你个白痴 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 臭怎样啊 喂 就见了个什么赛楼哥 而是吃他还不吃他啊 我真的不敢问 有猫不吃鱼吗 我没来霓虹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怪兽搞得名不聊甚 M78派谁下来管了呢 自从我们兄弟来了霓虹后 那些怪兽死了死逃的逃 大家都尊称我们光之巨人 我就不信这个阿赛敢破坏规矩 如果到时候再搞得漫山遍野的怪兽 村民都不敢出门的时候 我看他怎么不承受 不行 这个办法没用 上面的思维不一样 一家哥 你说的当然没有错啦 不过人要脸素要皮的嘛 就算他再想要逃 也下不了台吗 下不了台 哼 那我就用糖 大台姐给他下 明天叫他过来拿 要多少拿多少 我看他下不下得了这个台 你呢 红尘 没看他 你呢